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是遇上了经营困难的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多谢大家 今次我们讲讲阿富汗和北京之间的事情 很多人就说阿富汗这次变天 可以令北京有一个机会入侵阿富汗 这个当然不对 因为中国一向不干涉别国内政 但是这次所谓的变天会不会给北京带来些什么 我们看看 其实早在今年7月份 我们发现一样的就是 百度的百科磁条 有些东西静静地不同了 就是对帕利班的解释是不同了的 并且特别加客 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 两者是不可以混淆的 为什么呢? 当时有几十人乘坐的一辆 在巴基斯坦的大巴 大家记不记得了什么事? 就是遇上了袭击 九位中国人不幸地走了 也有二十几人受伤 这件事之后 活跃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就被区分出来了 和阿富汗的塔利班 很明显 很多人就把他们区分开 尤其是中国 与此同时 一个由阿富汗、塔利班 政治委员会负责人 巴拉达尔率领的访问团 在7月28日的时候 就造访了中国的 北部海滨城市 天津 巴马花 大家有没有说过 巴马花 天津的名食 所以 我们就看到 好像 塔利班 是想和中国 建立一个比较融合的 关系 而且 这位 巴拉达尔先生 亦和中国外长王毅 进行了一场 回悟 在这次回钱 其实我们看到一样的就是 阿富汗 塔利班发言人 沙印 会议之前 即是在 7月9日 接受媒体访问 公开表示 塔利班 即是阿富汗塔利班 就将 中国视为 阿富汗的朋友 欢迎中国参与 对阿富汗重建的投资 他就说 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 利用阿富汗 对包括 中国美国在内的 国家发动 任何在我们阿富汗境内的 攻击 当然 这番言论 在全世界 特别在中国内地 是有牵延大波的 很多人就问 为什么塔利班 一个 过往 可谓是 十分差印象的 组织 会当中国是朋友 呢 仅仅半个月 我们就知道了答案 一方面 这是因为 阿富汗塔利班 不同于巴基斯坦 他们的分支 其实 在2007年的时候 巴基斯坦塔利班 我们简称 巴基斯坦塔利班 已经 和阿富汗的 塔利班 分道扬标 而且 他们效忠的是 极端分子 还策动多次 针对中国人的一些坏事 另外一方面 北京意识到 阿富汗塔利班 即将重新 夺回政权 其实不单止北京 很多国家都觉得 8月15号的时候 当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 首都喀布尔的时候 并且成立新的临时政府 虽然 中国外交部 当日并没有明确 是不是 会承诺 这个所谓的新政府的 合法地位 但是 华大者华春莹就说 尊重阿富汗人的选择 这些一切都已经够了 的确你看到 世家20年 重新掌权的 这个所谓的新政府 其实都是旧政府 当然 都是塔利班 他们刚刚上台 似乎的确在 揭力改变着 一件事 就是自己的 国际形象 舒特宽勇 开明的形象 甚至 他们说 会带卸前政府官员 军队人员 还有就是呼吁女性 加入新政府 等等的措施 但是 读信 传统意识形态的 这班所谓 新的政府 的人士 是不是真的值得北京相信 可以满足北京的需要 北京的需要很简单 就是 和平的 阿富汗 北京也有机会 进去 投资 我们回顾一下 北京 和现在 这个所谓的 新政府的接触 自从 1999年代 阿富汗 当然 已经 陷入了 内战 中国 因为安全问题 迅速撤走 中国驻阿富汗的使馆 和其他人员 直到 塔利班重新掌权 也未恢复 后来 2000年11月 时任中国 驻巴基斯坦大使 陆树林先生 就成为了 和 塔利班领导人 奥马尔 接触的首位 菲莫斯林 国家的 高级代表 当时奥马尔拒绝 驱逐 躲在 阿富汗 的新疆 分离分子 但是 愿意做出承诺 不会找起他们在阿富汗 策划对中国 一切的攻击 作为交换 奥马尔同时要求 中国 承认塔利班的 合法地位 并且 解除国际制裁 给一些帮助 当然 当时双方 都是缺乏信任的 大家都没有兑现 所谓的诺言 直到 911 中国 表态支持美国反恐 那些承诺 就没有意义 不过 北京 其实 和现在这群 人士的接触 是没有停止过的 当美军在 阿富汗陷入 泥潭的时候 没有实际北京 已经意识到一件事 就是 和阿富汗 这个所谓新政府 接触 和合作 是不可避免的 对 对于阿富汗 不管谁上台 北京 从来都不需要改变 第一 就是继续要求 当地的政府 无论你是什么政府 都好 总之 阿富汗的政府 等等的政治势力 就要提供 确实的保证 不要为反对中国的 一些 极端主义者提供任何的保障和便利 我想它是指姜独分子 即是不可以 为这些反中的 一些分离主义者提供保障和便利 至同 2014年以来 中国新疆的安全形势 是大为改观的 但是 并不意味着 已经完全可以彻底 消除极端主义 由于 阿富汗各方的势力 是相对独立隔绝的 而且很多极端组织 或多或少 都是 之间有着 千事万流的关系 对于 中国的 极端主义组织来说 很容易 就会在阿富汗里面得到保护 甚至是帮助 中国一直寻求一个 权威作为谈判的 物件 但是 在过去20年 这个努力 经常因为谈判 物件不够权威 或者对方 无意做出 保证 而无收获 其实谈判的物件 就是指这个国家 真是可以跟我谈的人 等等不要有 塔银班 塔银班 跟我一个 正正中中 可以跟我谈到的人 而且 是可以代表 阿富汗的人 出来谈 因为你今天 跟A谈了 B又不承认 是没用的 第二 就是 中国的企业 是不是在 阿富汗 可以 北京想要的东西 其实全世界的 国家都是 当然想去一个地方投资 是得到回报 作为 古代丝绸之道 和当下 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其中一个 枢纽 阿富汗的稳定 对于中国的投资 是自关重要的 所以 北京 只希望一样 就是 中国的 商人 在阿富汗 可以安全 并且 有机会 作利 没错 商人就是逐利 所以 是基本要求 是不是 正如 塔利班所说 目前中国 是阿富汗最大的投资国 但是 即使真相是这样 中国的投资计划 也不容乐观 所以 变天之后 中国只希望一样 就是 在 亚的企业 可以稳定 而且 没有 安全问题 所以 最需要和 现在新政府 所谓新政府 合作 和想他们支持中国的东西 就是 怎样可以令到 中资企业 在阿富汗得到 该有的保护 和 可以 有利可途 有利可途的意思是指 赚到钱 看 其实我们看一看 2020年 其实中国商务部 亦出了个 阿富汗国 投资指南 他们就说 阿富汗 抗庄 资源十分丰富 而且基本是未开发过的 所以亦都被称为 躺在 金矿上的 窮人 据阿富汗政府的 估测 阿富汗 的能源 抗资源 就有超过 30万亿美金的 产值 已发现 就有1400多处矿藏 包括 铁 铜 圆 新 铃 金 银 白金 还有很多 石油和天然气 煤和盐 都有大把 著名的矿就包括 哈吉甲克 铁矿 还有 埃纳克铜矿 等等 而且阿富汗 都有几个大型油田 大概在2008年 中国 中野 和 江西铜业集团 其实获得阿富汗一个 价值500亿美金的大铜矿 开采权 就是位于阿富汗 劳格尔省 距离首都 黑布尔大约40公里 据称 这个矿就有4.5亿吨 投资源 这个本来 对于阿富汗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合同 尤其是对于当地 采矿业来说 是十分大的 同时 亦是中国在阿富汗最大的投资项目 但是 到今时今日为止 这个矿 依然是一片方亮 为什么 因为 政局不稳 免得开采 其实 2008年的时候 中国亦是有一篇 实地堪拆的报道 叫做中外对话 他们就说 阿富汗政府答应提供的 轮资源 和同矿 亦都需要加深合作 但是现在还未兑现 当地政府 是缺乏 动力 去开取 这些矿的亦都缺乏资金 而且 刚才说的地方 就是中国 最大的投资项目 附近亦都发现了 佛教的位置 所以推迟了工程的进展 安全 亦都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 现在中国 看到 一样东西就是 无论什么政府上台 都好 请继续 令到这个国家 不再 陷入战火 其实这个国家一直都陷入战火 所以很凄凉 中国商务部 亦都说 阿富汗 其实 石油方面 亦都是十分十分 吸引 他们的 储油量 是不亚于其他 中东的国家 不过 外于 安全问题 很多国家 摸都不敢摸 我们看一看 现在塔利班上台了 可不可以说服中国 投资进去 可能这个不是多务 之急 现在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获得中国的支持 并且确保 自己的政权 是可以稳定 他们更加需要 摆脱经济的困局 尋求 外国 尤其是中国 这些投资 好像就是唯一的选 我认为中国 亦都会先看定 也不会这么快去压住 起码要等 阿富汗这个国家稳定下来 我是这么想的 多谢大家 拜拜